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肖子恒 今晚先跟进疫情的最新进展 新增164宗新冠病毒个案 是疫情单日以来的最高 今晚围风强检的牛池湾彩雲一村长波流 累计22人染疫 冬局认为大厦出现垂直和横向传播 两个座向和16楼合共62个单位的住户要撤离检疫 长波流围风强检就延长一日 葵冲村方面 冬局形容日葵流确诊有回落 明早解除围风 雅葵流和葵福院安葵国认为垂直传播 卫生缝壶中心说 第五波疫情至今仍然有超过30宗的源头不明个案 应用社区有非常高的爆发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建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两个星期 学校也要暂停面秀课堂多两个星期 而下个月实施的疫苗气包也都将会拡大 先看看彩雲村长波流的疫情 彩雲一村长波流昨晚大概11点围风强检 原定今早7点解封 当局未有预期解封 去到上午的11点半 当局就宣布大厦要围风强检多一日 去到明早7点 原因是大厦录得至少22个住户染疫 涉及16个单位 其中7号座向和11号座向 分别有4层和3层楼有人染疫 16楼就有4个单位有人染疫 有份视察的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认为 出现横向传播 全层住户要送检 他们有这个抽气线 将那些病毒抽出来 但因为他们的设计 其实窗就删不了 当他开一个很强力的抽气线 将里面的病毒 例如在这个1607抽出来的时候 其他座向可能都是同时 开着抽气线煮饭等等 当他一开到抽气线里面 室内的压力就会是负压 于是在窗口里面 那些病毒会抽入来 不止于7号和11号座向 也都怀疑有垂直传播 两座向的住户也都要撤离检疫 他们套的口水或者诛便 小便全部是暖的 这些空气就会向上升 将病毒由低层带向高层 但同时在屋顶里 你发觉27、28楼都有病例 这些我们有理由相信 是因为它那个通气喉 在屋顶里的设计有问题 因为它其实通气喉 应该推高过屋顶 起码一米才对 但现在它是在顶楼的外墙的里面 而正如有个线旁地隔着 以致那些病毒走出来 不可以很快被风吹散 反而经过扰流效应 影响到27、28楼的居民 袁国勇说如果高层再有人染疫 不排除有更多人要送检 又透露当局中会修例 要求大厦的通气喉 要来屋顶有一定的水平 他又说要视乎今天再检测的结果 决定是否要多几日的居家隔离 不过今次的源头 相信是来自长波罗国保安 他日前黄大仙桃院 有买仓鼠的确诊住户的家人 感染了Delta变种病毒 他又说摄氏保安有去控制室吃饭 同村所有保安要强制检测 保鲜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 吴嘉軒在长波罗外面 部份居民的撤离行动进行成怎样 肖子恒撤离行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这里的居民收拾物件之后 就会落到这里的流动帐篷 他们登记完资料之后 就会安排上旅游巴 较早的时候已经有两架旅游巴 在住大约60人的居民已经离开了 现场消息说他们会送到去观塘帝城酒店检疫 这里继续停泊了十几架由卫生署安排的 中营和大营旅游巴 稍后就会陆续将静低需要撤离的居民送去检疫 至于其他不需要撤离的居民 相信会在今晚稍后时间会落楼再接受多一次的彩影检测 现场情况先看到这里 将时间交回给新闻报 好啊 谢谢 而葵冲村继续有新增个案 雅葵楼和葵福苑安葵国说已有垂直传播 至于日葵楼的确诊个案已慢慢回落 特首林郑月娥也说 日葵楼 影葵楼和夏葵楼 无需延长居家隔离 日葵楼明早可以解封 葵冲村新增38个人染疫 累积计增加去到372人 居家隔离将近7天的日葵楼 当局说虽然生增22人染疫 大部分来自检疫中心 生增染疫单位是6个 影葵楼多10个人 合共多3个单位出现个案 夏葵楼就无生增个案 其他的雅葵楼多3宗 晓葵楼 春葵楼各生增1宗 原本无个案的秋葵楼就多了1宗 当局说相信葵冲村的感染高峰已过 尤其是爆发源头的日葵楼 中心在记者会说 要再视乎日葵楼今晚的检测结果 决定是否预期明天完成隔离 不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Iman说 日葵楼 影葵楼和下葵楼都无需延长隔离 当中日葵楼会最先在明早做解封 但是他们其后仍然需要接受多次的病毒检测 来对确保安全 由于围到他们不需要那么多不便 这多次的病毒检测 部分是会用胸后退疫军来做 除非突然间又有一个爆发 应该就不会 但真的很难说 因为这个Omicron的病毒非常狡猾 除非有突然的变化 否则影葵楼的做法是跟日葵楼一样的 不过雅葵楼和鄰近的葵福院安葵角 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雅葵楼最新有三个零九室单位都有人确诊 至于安葵角就三个有人感染的单位 其中两个都属于零八室 无线电视记者来启申报道 至于新增的十二宗源头不明个案 遍布全广多区 包括一个在九龙城读书的中学生 而第五波疫情至今 本港累计超过三十宗的源头不明个案 东局华以未社区有几十条的隐形传播链 疫情爆发的风险非常高 新增的七宗怀疑感染Delta变种病毒 部分与黄大仙蚝染一座相关 八楼F室有一个人确诊 西九龙中心食肆红冲头多一人确诊 是日前确诊食客的家人 累计六人染疫 那里的换气可能不是太好 不过两张桌子是在旁边桌子 可能都是有些近距离的传染都未定 黄大仙凤凰新村发型屋 也多两个人确诊 包括一个顾客和他的家人 累计五宗个案 新增的十二宗源头不明个案 包括五个学生 其中一个在九龙城县主会 圣武院书院就读的十八岁学生 他住在牛头角彩盈村迎康楼 同样感染Delta变异病毒株 当局正是调查他有没有自养仓属 其他源头不明个案遍布全港多区 包括何文田两个居民 其中一人住在窝打路道69A 三个住在大窝口 其中一人住在大窝口村赴日楼 剩下分布在慈云山慈政村证明楼 马安山感封院等 有退休人士 也都有全湾湾景花园保安主任等 累计超过三十宗源头不明个案 意味社区有至少三十条隐形传播链 大部分属于Omicron 剩下的三至四宗属于Delta 应用情况令人担忧 现时在社区传播风险是非常非常高 我们在社区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变异病毒株 包括Omicron和Delta 随时市民在街外都可以受到感染 另外当局在葵冲 观塘 柴湾 和马安山等7个地区16个地点 採集污水样本呈阳性 政府罕宪要求在指定期间 曾经身处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甘部报道 社交距离措施延长到2月17号 横跨整个农历新年 下个月实施的疫苗气泡将会拡大 包括新入住院者的长者要先打针 当局有计划再注资防疫抗疫基金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每日都有同卫生防护中心 染判疫情发展 认为非常之严峻 确诊的中数随时几何级上升 确定各项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多两个星期 去到2月17号 全港的中小学和幼稚园 继续暂停面秀课堂 去到2月21号 针对美国和澳洲等8个国家的航班熔断机制 也都会延长去到2月18号 为了提升疫苗接种率 下个月24号实施的疫苗气泡将会拡大 除了食肆等等将会包含更多地方 并且改名叫做疫苗通行症 当局扩大为软射老人家接种疫苗 愿意接种并且经医生评估之后 就会帮长者打针 新入住的长者更加必须要先打针 又会再注资防疫抗疫基金 预计在农历新年之后 就会向立法会申请撥款 并问到会不会向重量要求 在本港推行全民检测 林郑于娥说难以这样做 大量的检测下面 都其实是会引起各种的不变和焦虑 如果同一时间 在很短的时间 要做全港700万人的病毒检测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想象得到的可行性是怎样 我们仍然觉得 目前增大我们的检测能力 用我刚才所说的各方面的手段 聚焦去找这些感染的个案出来 来去撤断这些传播链 是更加有效去运用 不是无限的资源 已经接触了几个检测的成万箱 他们亦希望如果能够在内地 可以找一些支援 有利于他们的检测量的提升 我已经和广东省提出了要求 广东省政府也马上说需要什么 给了一个联络人我们 他说广东省愿意提供物料 和化验技术等等 协助本港度过今次疫情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导 先有试一会 回来会报导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下个月20号开始 为期两个星期 美国和北约书面回复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要求 美方强调将会取决于莫斯科如何回应 回来新闻时间 行政长官选举3月27号举行 提名期下个月20号开始 为期两个星期 行政长官选举两个月之后举行 下个月20号去到3月5号接受提名 随着选举制度改革 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委会 扩大到1,500人 提名门栏亦都提高至到188个人 候选人要在选委会五个界别 每个拿到至少15个委员提名 投票日要拿到过半数 即是超过750张有效票 才能够当选 提名期结束之后 资审会将会审查和确认候选人的资格 今次选举将会用到电子选民登记册 核实选民的身份和发出选票 中央点票站为了湾仔会展 选管会说因应疫情 鼓励选委进去票站的时候 使用安心出行 我们是没有任何选举法例 可以让我们去约束他不让他投票的 我们是劝语呼吁他用个安心出行 但是我们这个呼吁就是没有约束力的 当然我想选委他都会很合作 只于入去中央点票站和新闻中心 除了获豁免人士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 近期疫情严峻 特首选举的投票日会不会押后呢 凤华就说言之上早 关键是整个选举是否仍然公平公正 今次的提名期给当局去年10月提交文件给立法会的时候 显示是由下个月15号至3月2号 然后了开始也都减少了提名日数 选管会就强调以狠献为准 现在的安排也都符合法例要求 选举指引提到 若果现任特首陈球连任 现行的法例没有规定要辞职或者优价才可以参选 但是要清晰摊分特首的职务和竞选活动的开支 候选人的选举开支上限增加去到1760万 母纤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本港去年共录得6万4千宗的罪案 较前年升大约百分之二 但多项的罪案都录得跌幅 业案和爆竊案更加是有纪录以来最少 去年6万4千多宗罪案 大约一成半是暴力罪案 两项数字都比起前年升大约百分之二 诈骗案也都增加三千多宗 其中门交、网上情愿、投资和求职变案 录得八成去到三倍半的升幅 非例案也有1000宗 升近五成 消及严重毒品罪行的案件升三成六 检获的各类毒品也都增加 其中亡我类和陆安酮分别升近10倍和6倍 不过中火、刑事毁坏、伤人等的罪行有减少 劫案和爆竊案跌幅最明显 中数是有纪录以来最少 国安处久年拘捕160人 其中超过100人被检控 国安已先设立14个月以来 收到23万条信息 有案件亦都因此成功证破 香港国安法在有效执行下 我们看到社会是慢慢恢复一个秩序 暴力的行为亦都比起之前黑暴时间 是大幅下降 一些煽动违法的行为亦都减少了 而这些鼓吹违法所谓港独的口号 亦都几乎是绝职的 我们见到社会回復正轨 正本清源 警方去年以煽动罪 拘捕《立场新闻》多个高层 《立场新闻》和《众新闻》 亦都先后宣布停运 警方强调没有针对某个行业或机构 《新闻自由》亦都受到《基本法》保障 前提是不可以鼓吹激发违法 他们停运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不是因为他批评政府 然后他就说我们杀鸡警候 然后又说我们侵犯言论自由 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晰 是有一些传媒人曾经出来说过 就是说现在的媒体是被捲入一个政治巨浪 首先我想问一下 这个巨浪究竟是谁在此轻波作浪呢 你至少 很多相关的人 你至少可以坐在一只船上 但是很多年轻人无辜 在海里游游一下水 就被你捲入了这个巨浪 另外去年一共有37个警员 涉及刑事罪行被捕 比起前年少8个人 胡斯宇治记者刘俊玉 中美外长通电话 讨论落实去年两国元首 视像会议达成的重要共识 并提及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 星期四应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黄毅在通话中说 当前中美双方的工作重点 是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去年11月事像会议达成的重要共识 拜登当时说 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对抗 但当时美方对华政策的基调 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仍然不断作出涉华的错误言行 令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 黄毅说 施压者会令中国人民更加团结 对抗阻止不了中国走向强大 当无至急是美方应该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 停止打造反华压华的小圈子 外交部引述布林肯说 美方愿意负责任的态度管控分歧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会为美国运动员参加冬奥加油 一段时间以来 中美外交团队一直进行接触 两国联合工作组 开展了有效磋商 黄毅国委员和布林肯国务卿 对上述交往合作 均预议积极评价 同意双方继续在各领域 各层级保持对话沟通 至于在乌克兰问题上 黄毅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不做刺激局势紧张 炒作汕染危机的事 强调一国安全不能以他国安全作为代价 地区安全不能以强化 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 美方就说布林肯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心 对全球安全和经济构成威胁 又说令局势降温和外交途径 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布杉蒂斯基 则周知灵不透 美国和北约分别书面回复俄罗斯 拒绝对方提出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要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 将会取决于莫斯科如何回应 美国已经准备好作出应对 而俄罗斯继续在接让乌克兰的边境增兵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 星期三挨曼到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外交部 将美国对俄罗斯安全保障要求的书面回复 交给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 俄罗斯上个月向美国和北约提交安全保障条约草案 包括要求北约停止向东扩张 承诺不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等 要求对方书面回复 被视为是化解乌克兰紧张局势关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 美国的立场无变 对各国加入北约维持开放门户政策 意味美国拒绝俄罗斯提出的要求 布林肯又重新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之后要如何做取决于俄罗斯 布林肯说美国的回复中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外交途径 计划未来几天再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证实 北约已经就俄罗斯的安全要求提交书面回复 同美国一样反对阻止任何国家加入北约 认为应该尊重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路 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边境和黑海军演 据报拉夫罗夫向议员透露 他将会联同其他高层向总统普京建议下一步行动 美军也加紧部署调派6架F-15战机到外山尼亚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 美军正和盟友商讨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调派更多兵力到东欧的北约成员国 加拿大承诺将会向乌克兰运送非致命军备 协助应对网络攻击 并扩大加拿大在乌克兰训练军队的规模 对于早前被乌克兰批评拒绝军事支援的德国就说 将会向基附提供5000个军用头盔 基附市长批评是可笑 讽刺德国下次是否会提供枕头做支援 无线电视记者风亦明报道 再休息一会 回来会报道 北京东澳下星期五欠望 三角蔡区的东澳村星期四正式开船 疫情加上楼市淡贵 有代理预测第一季楼价会向下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北京东澳下个星期五开幕 三个赛区的东澳村正式开船 实行闭环管理的情况之下 东澳村将会为各个代表团 和近3000名的运动员 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等一系列的服务 北京东澳一共有91个代表团参加 分别入住位于北京、延庆 和张家口三个赛区的东澳村 而北京东澳村的运行团队预计 在正式开船第一日 一共有20几个代表团 超过360人登记入住 而三个赛区的东澳村 星期日到星期三的预开村期间 已接待超过4000名代表团先显成员 而为防范病毒经冷链传入 北京东澳村引入内地第一款使用 紫外光吹化技术的大型表面消毒设备 可以在零下18度操作 为行李和运动器械等消毒 另外北京东澳也公布了最新的领掌安排 得掌的运动员可以在领掌台短暂脱下口罩 等国歌播完之后需要戴上口罩 而在颁掌仪式结束之后 运动员可以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之下 拍个人或团体照 而为了确保东澳运行顺畅 当局推出多项的特别防疫措施 包括安排涉澳人员在机场入境的时候 用专用通道 还有不用填外国人入境卡 减少停留时间从而降低感染风险 另外北京东澳组位通报 星期三有15名有机场入境参与东澳的 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闭环内就有8人染病 另外北京东澳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包括176名运动员 以及教练领队工作人员等等合共387人 是中国历来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东澳 中国队今届获得104个小项 一共194个席位的参赛资格 目标是争取刷新历届东澳最好成绩 同时展现良好风范 达致代表团兴奋剂零问题 和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内地昨天新增25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 北京持续有人确诊 湖北站将北京西站列为管控区域 有人由那个站搭高铁回向下之后 被要求隔离近一个月 无办法出去拜年省亲 新增5宗个案的北京 疫情继续集中在丰台区 多人从事冷链货运工作 河北就有4名由北京返乡的人士确诊 由于丰台区近日多个范围 被列为中高风险地区 位于区内的北京西站 被湖北省列为管控区 有乘客近日由北京西站 搭高铁回回家乡移窗之后 需要接受14日的集中隔离 和14日居家隔离 未整个春节假期都不可以出去拜年 而内地传媒报道 有不少打算回湖北过年的人 都取消了火车飞转搭飞机 但是多名经北京西站 回回其他省市的民众就说 未接获到隔离通知 其他个案还包括浙江杭州六中 滨江区已经展开全民检测 而星期二报告的确诊个案 当局说经病毒基因排序 发现戴Omicron变种病毒 最列同外国样本高度同源 至于上海早前确诊的机场员工 他的太太也证实确诊 当局通报 经市疾控中心的基因排序 确认病例带Omicron病毒 不排除是境外输入个案 美国海军近日首次承认 去年有驱逐艦 对解放军航母辽尼艦 抵近偵測系故意的战术 也有报道说 美国有可能在北京冬河期间 在中国周边军事演习 在北京国防部说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应对 中国军队对外部挑衅突发事件 是有充分准备的 关于美方承认马斯廷号 是故意的抵近侦掌 中方并不觉得意外 事实本就如此 但令人震惊的是 美方对这种军事挑衅行动 不但不以为耻 反而以以为荣 这种霸权综合症和认知障碍症 确实到了该好好治一治的时候 另外被问到有专家认为 美国和日本正是将台海政策 向实粗化推进 国防部说 美日两国试图介入台湾问题 是危险的动向 重新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 解放军决心和意志坚定 能力手段不断增强 强调炒作台海议题 是助长民进党当局谋毒器业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农历新年之前到山西考察 习近平在星期四下午 到山西瑞光热电游行 责任公司考察 了解生产运行 加强智能减排等的情况 他又参观了公司的传媒厂 说山西为国家能源作出重要贡献 要做好国内能源生产基础 保障煤炭供应安全等等 日是星期三 习近平到了霍州市市庄乡 冯南门村 与村民一起制作高点 当地在去年10月遭受洪灾 多间房屋倒塌 习近平说希望了解灾情 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 我今天到山西来 主要是关心去年灾情 我欣慰的是 虽然这次灾害很严重 但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 靠你们的资历更生 很快地把灾后重建 办起来 东众也補过来了 看一看心里有点底 一定要把这个年过好 随后他转往焚西苑生廉苑断村 先到了便民服务中心 又到村民屋企与他们聊天 我们要建成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 现代化离不开农业 农村现代化 要把扶贫工作后 乡村振兴 衔接好 农村的生活 奔向现代化 越走 越有笨头 我在这里 也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 台湾同胞 和海外侨胞 至于新春的祝福 祝大家虎年吉祥 生龙活虎 央视报道 习近平今次考察的曾念镇断村 2014年全村有894名贫困户 到了19年全村脱贫 到去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000元人民币 农定新年就来到 辰州13号三个航天员在太空站向民众恭贺新春 晨州13号在去年10月升空 三个航天员需要驻留在太空半年 并在太空站过新年 他们除了在窗内挂上辉春 亦都特别拍片向民众传达祝福 三个人在农力申言之前 进行针对下肢肌肉的超声波检查 指令长习志刚先为要光复检查 再到黄亚平 除了定期做身体检查 三位航天员也会利用充电式月位刺激装置 针对不同的部位治疗 创下中国航天多项记录的黄亚平 也都再次打破记录 成为中国载轨时间最长的航天员 超越联海性的111日纪录 各位看看专家和政府视察葵冲村 雅葵楼和葵福院之后见记者 在第一场 涉及一个怀疑随直传播的情况 我首先交代了雅葵楼的情况 雅葵楼是在1月22日做了一个围封行动 当时找到有几个个案 但当时我们看到个案都是散发性的 以及分布在不同楼层不同的座向 估计可能有居民感染的途径 都是一些环境污染 之后这座大厦所有居民都接受一个强检 在1月25日透过强检取的样本 有三名住户都是呈阳性的 他们住的单位的座向是同一个座向 是零九的座向 包括在16楼、19楼和27楼单位的三名住客 我们都怀疑是一个随直传播的情况 今天特地联同了相关的部门同事 来到这里做一个视察 我们发现最先发病的两位个案 就是住在1609和1909 两位个案都是在1月25日的时候出现病症 2709那位住户就是较后的 1月26日的时候出现病症 我们视察完三个单位之后 发觉在1209和2709的单位 都一些喉管是有些改动的 令到U型隔壁是没有了 有机会就是透过一些分距里面 如果有住户 尤其是可能是楼下单位的住户 它是排放了一些大病毒的污水 或者是一些糞便落入浮渠或者污水渠的时候 有机会是透过一个渠管的传播 就是在楼上的单位 因为没有了U型隔壁的关系 是能够进入那个单位的 我们也都问过楼上的单位 他们有时候可能都会关了窗 开了抽气线 变成在室内造成一个负压 将一些大病毒的空气是带了入屋里面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审慎起见 决定将在雅葵楼 零九座向的所有单位的住户 都安排接受检疫 入住检疫中心 第二座的大厦就是这座 葵福苑的安葵角 我们同样在这座大厦 透过强检发现有两宗个案 都是同一个座向 都是零八座向 第一宗个案是住在十楼单位的一名住客 他是早些发病的 他在1月24日已出现病症 在前一天1月23日 检测是呈阳性的 他安排了入院 我们今天就确诊了另一名住户 刚刚住在他楼上 这位住户没有症状 但是在1月25日强检呈阳性 我们试察过两个单位 发现后馆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在楼下单位的住户 因为在露台上 他会用一块胶板封了露台的窗 亦都会开抽气线或抽烂烟机 有机会可能这些大病毒的空气 如果个案在厨房或浴室逗留的时候 开了抽气线 将一些大病毒的空气带出室内 因为那些空气是暖的 升了上上面的时候 楼上单位的住户 如果打开了窗的时候 就有机会受到感染 因为这件事 我们建议在11楼楼上的 三层的单位的住户 我们认为他们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一座大厦里面 零八座向的单位 12楼、13楼和14楼的住户 我们都是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接受隔离 我想请环保署同事 讲一下今天我们发现的情况 两方面补充一点的资料 第一个就是关于雅葵楼 其实刚才欧医生提过 我们看到在1909和2709 它是洗衣机去水的地方 是有一个改动的 原本是有一个U型的聚水器 做了一个隔气的功能 但我们实地看过1909和2709 我们看到它是改动了后管 就没有了U型的聚水器 所以变成了当外面的渠有污染 或者是等等的时候 当它开初气线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个负气压 就会回到那个厨房里面 而事实上我们在2709 我们进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 都是闻到有一些臭味的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1909和2709 它改动那个具体的情况 而另外只想提到一点 就是说就住安葵国那里 108的感染就是一个工人姐姐来的 她都是长时间在厨房工作等等 所以就设计回刚才欧医生提到的 在1008就经厨房 抽气线上到上面 在一个开窗的环境 就会有一个向上传播的情况 在这两方面 欧医生想问回 因为刚才提到亚维楼那边 本身是16楼是第一个 本来是19和20多楼 为什么选择是全部的09单位 都要因为这样而设定呢 我们在09的座向 在亚维楼那边 在09的座向 我们透过强檢发现了三个个案 其实有两宗个案 他们那个 大家都是1月25号彩的样本是呈阳性的 有两宗个案是同一天1月25号出现病症 另一宗个案是1月26号出现病症 所以我们其实都不能够百分百确定 源头的病人究竟是不是16楼的病人 有机会可能在这个座向的单位里面 有其他隐形潜在的个案都不出奇 所以我们就审慎起见 只不过我们刚才的调查就发现 19楼和27楼的座向的单位 都那些喉管有些改动 其他单位有没有类似同样的情况呢 我们都是不清楚的 另一样东西就是 有机会可能是 如果是因为有个案 将一些大病毒的污水排出去的时候 其实就有机会向上又可以 向下又可以 所以我们都不能够排除得到 究竟是向哪一边 那确定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室内单位是有改动的时候 就有机会是 如果没有了U型格气 或者U型格气根本是干了的时候 有机会将病毒扯进屋里面 这个都要再 我们要安排住户 入检疫中心再做测试 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个案出现 阿威先生想问 安排楼那边其实除了 安排楼除了刚才那两个 都还有一个确诊 其实那两个又跟这两个单位 近不近 它们会不会有关联呢 那个个案因为它处的楼层 都比较高一些 而且它的座向都是不同 那我们相信那个个案就同 就是这两个个案未必有关系的 但刚才提到那个胶板 是不是那个胶板影响不大 是抽气线的 这个胶板 因为它放一块胶板 变成当它是开抽气线的时候 变成那些气就可以直接 就上到去 即是101那个单位里面 你认识是封民迪这个全港 拿到那块胶板 挡住了 另外那个 这个可以解释清吗 但我们见到胶板是1008 胶板是楼下 楼下 胶板是1008那个 恭喜姐姐是楼上 多谢大家 各位 葵冲村瓦葵楼三层的都是097的住客确诊 视察完之后 发现其中有单位的后馆有改动 没有了U型格器 可能是透过后馆将病毒带入屋 建议所有097的住客撤离检疫 至于葵福院安葵国 两层087的住客确诊 怀疑是带病毒的空气在室外向上流动再带入室内 建议12至14楼的08室住客撤离检疫 看现场情况先看到这 7点目的新闻报道完 周围